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列治民兩日兩宗致命車禍 兩人死亡 三人危殆 11月30日起 國內8個機場可以重新開放給國際乘客 備試今天新增406宗確診 5人抑亡 住院人數達到445人 列治民連續兩日發生嚴重車禍 今天早上9點左右 Number 4 Road 及 Westminster Highway 發生車禍 現場所見一輛運載海鮮貨車翻側 另一輛私家車 車頂及車身都有嚴重受損 而路面有大量海鮮傾倒在地上 另一方面 昨天星期一下午 列治民 Elder Bridgeway 及 Number 3 Road 亦發生車禍 一輛喉巴 及一輛私家車相撞 騎警透露 今晨的車禍造成一人送命 三人重傷危殆要送院救治 而昨天的車禍中私家車的司機當場送命 行好後巴出事的時候沒有學童在車內 聯邦運輸部長今天公布 隨著飛機乘客 一定要完全接種疫苗才可以登機 在更加安全的情況下 由11月30日起 加拿大的八個機場 分別在聖莊 Hamilton Waterloo Regina Saskatoon Korona Arbotsford 及Victoria的國際機場 將會重新容許國際航班升降 恢復的航線越來越多 但是已經不是很夠人手的航空公司 人手就變得更加少 加韓的首席執行長今天說 有月800個員工因為沒有完全接種疫苗 又或者是提交醫生簽署的股面證明 而被停職停薪 西捷航空也說 有月300個員工因為沒有完全接種疫苗 也被停職停薪 卓能聽力中心由李智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現在的坐天氣還有超級優惠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d Sound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聊聊 被試今天新增406宗病例 累計上升至20萬66809宗 其中活躍個案有4,694宗 住院有445人 137人在ICU接受 有深切治療 被試今天有5人疫苗 累計升至2186人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亞省累計有324514宗 安省60377宗 灰省426457宗 全國累計有1719192宗 疫苗人數方面 亞省累計有3119人 安省9874人 灰省11496人 全國累計29036人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組 該五十多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蘇里校區決定不會強制教職員接種新冠疫苗 校區今天宣布 經過仔細考慮之後不會強制員工接種 但是就鼓勵任何有資格接種的人士接種疫苗 蘇里校區教育局副主席Terry Allen表示 學校屬於低風險的傳播環境 公共衛生專家也向校區保證 蘇里校區的學校是安全的 不需要100%的疫苗接種率來保證安全營運 在個幾星期之前 校區表示在教育部發布指引 致遲正在考慮疫苗要求的學校教育局 蘇里校區教育局又指出 蘇里和八石的疫苗接種率很高 截至10月25日蘇里12歲及以上人士 有87.6%已經接種了疫苗 而93.8%的人接種了第一劑 大溫哥華10月份的樓市成交量持續高期 但是掛牌量就創下3年以來的新低 大溫地產局今天發布的數據顯示 10月份大溫地區有3494間房屋成交 比起去年同期的3687間上漲了11% 高出10年來10月平均水平22.4% 大溫地產局的經濟學家斯圖爾特表示 房屋銷售活動繼續超出過往同期的典型情況 而代售房屋的數量就正在下降 他預測整個地區的價格將會繼續小幅上漲 目前在MLS掛牌的大溫房屋總數是8034間 比起去年同期的12416間減少了35.3% 比起今年9月錄得的9236間減少了13% 大溫綜合各類別房屋上個月錄得的基準價 是119.94萬元 按年上漲14.7% 按月上升1.1% 10月份一共有1090間獨立屋營手 基準價為185.05萬 柏民成交量是18801間 基準價是73.86萬 而城市屋就有603間轉手 基準價是97.5萬 昨天530才報導 多倫多市生活指數高 安省現在14.35元的時薪 根本就不足夠應付基本生活開支 這剛才說完 今天省長杜格福特就立即宣布 調高最低時薪去到15元 明年1月1日生效 今次加薪 當然不是530記者的功勞 而是還有7個月就省算 明年開始時薪調高 預計全省會有76萬名工人受惠 如果按每個星期40個工作小時計算 工人每個星期可以多賺26元 每個月可以多賺104元 不過可惜即使如此 和Ontario Living Wage Network 昨天發表的報告指出 是多人多時薪最少要到22元 才可以維持基本生活開支 還有一段距離 其實早在2019年 前安省自由黨政府 就計劃將最低時薪推高到15元 但福特上台後叫停計劃 事隔三年 福特現在不駕又駕 正如新民主黨黨會霍玉斯所說 福特因取消加薪計劃 無形中打劫了草根階層的荷包 還足足5300元 現在最低時薪應該調高到17元 福特今天也被記者翻舊了 問他為何在凍結最低工資三年後才再調升 福特沒有直接回應 不過他就說 2018年和現在的情況很不同 當年沒有疫情 他又將在雜貨店、工廠和其他地方工作的工會成員 比喻為疫情期間的無名英雄 這樣說法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 到了明年 安省最低時薪可能還停留14.35元 舊賬講完這筆 還有一筆 就是福特到底會否遵守2018年的競選承諾 將汽油價格每公升按下10先 福特今天仍然很口硬 說自己會順手承諾 但卻沒有一步提到準備怎樣做和何時做 但明年6月便是新一屆的省選了 温哥華明天11月3日星期三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有雨 早上近水地區會吹大風 稍後風勢會減弱 然後轉為多雲 但仍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高有15度 晚上有雨 溫度最低只有12度 立法會選舉在12月19日舉行 現在正值提名期 今天下午繼續有參選人 去到政府總部報名 港協紀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 宣布參選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他在回應立法規管假新聞的時候說 應該慎重研究假新聞對社會的影響 如果當選 會充分反映業界的意見 至於剛剛通過修訂的電檢條例 他說業界關注、檢查時間長等操作問題 霍啟剛將會對壘另一個參選人 《明報》出版社的總經理蘇惠良 被問到怎樣評估勝算 霍啟剛就說歡迎競爭 又說新制度下的發展空間增加 希望更多有能力者參選 他說落實港區國安法修訂選舉制度之後 選舉由比拼政治立場到憑實力對壘 愛國愛港只是基本的要求 另外自由黨的易志明和李振強 分別部門參選航運交通界和選委會界別 民建聯的黃俊錫何章賢 就分別參選會計界和育農界 政府的處所昨天第一日 實施強制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有五人被揭發 試驗用假的安心出行 進入灣仔入境事務大樓被捕 包括兩個入境處職員 和一個審計處職員 警方在今日表示 其中四人涉嫌使用被稱為 安心回家的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網罪科已採取行動 有關的假程式已被移取 灣仔警區重案組第一隊駐管黃祥聰說 昨晚以涉嫌行勢虛假文書拘捕的五人 其中四人使用被稱為 安心回家應用程式 企圖轉入灣仔入境事務大樓 另一人則被開試用 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企圖直接進入大樓 被截停的時候 出事一個早前 利用安心出行進入該大樓的指導 黃祥聰又說 網上有人鼓吹別人 下載安心回家程式 警方會作進一步的認知調查 至於程式開發商有沒有違法 他就說會徵送入正式的意見 被問到如果手機裝作安心回家程式 但沒用 是否都是犯法 他就說警方會視乎涉事者 是否有意圖使用這個程式 另外入境處確認 事件中有兩名入境處人員 因為涉嫌行勢虛假文書被捕 他們已經被停證 以及正接受警方調查 我們今天的菜式主題是辣的菜式 甚麼辣 是辣 吃辣的 辣的 你們兩個剛剛拍了一點 所以已經試了一些菜式 首先兩個都不吃辣的 所以沒吃到又滿頭大汗 很熱 平時試菜都有經驗 我也是 你有這麼多餐廳 不是 是我家裏有個男神廚房 你先生手勢 沒錯 我只是說我家裏有個男神廚房 他就會經常去煮不同的菜式 因為他自己都喜歡煮食 還有 接下來我又要開工 最近準備suntrack的時候 他就想著可以多些兩個人相處的時間 明明你今年是很大業 這個 其實我覺得作為演員 就會做好自己本分演好每一個角色 我自己都有留意一些其他劇集的 都有很多都做得很好 例如佳欣 志文 他們都做得很好 都是我前輩 我覺得有討論度是好的 其實作為演員 我覺得觀眾的肯定和鼓勵才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之前都有兩套戲 觀眾他們都有給予肯定和鼓勵 我就覺得已經很感恩了 我覺得有討論度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是現在佳欣呢 那個劇集的回響都很大 嗯 都 是否最大的敬敵 不是 每個人都是敬敵 他們都做得很好 我自己都說有看 有看他們 都是很多地方值得我學習的 你對哪個劇集大信心 你是不是有兩個 兩套 就是我自己的那兩套 嗯 兩套都很喜歡 那七公主的 顧語言的發揮是會大些的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